2024年全国田径大奖赛 女子100米兰决赛 沃耶尼赢腰部不适退赛 林雨薇海外拉链没有报名 刘湘师妹夏思宁在气跑严重失误的情况下 以13秒08夺冠再次刷新职业生涯最好成绩 女子100米兰世界纪录是尼利亚猛将阿姆桑跑出的12秒12 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也属于阿姆桑 她跑出了12秒40 今年亚洲最好成绩是印度名将亚拉吉的12秒78 中国最好成绩是吴燕尼的12秒80 此番一带一路田径邀请赛 吴燕尼腰部不舒服 安全起见宣布退赛 夏思宁预赛发挥出色以13秒12排名第一 刷新个人职业生涯最好成绩 在伤病导致很长时间成绩停滞不前 夏思宁终于实现了突破 毁击花瓶质疑 第一名感觉怎么样 因为整个东迅没有练 然后再加上 其实身体还没有完全归复过来 还有 这次 可能因为东迅没有练 所以 整个身体 有点还不太适应这种强度 现在只能说是以赛代练 就是多比赛 然后把身体的里面 真正的潜能都激发出来 其实这个成绩的话 我早就应该有了 而且我觉得这次我起跑并没有 完全调动起来 可能因为 前期太兴奋了 到起跑的那一瞬间 已经有一点点发软了 但是 这不是问题 刚刚也说了 这是一次开始 那可不可以在接下来期待你打开13 我觉得呢 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的 整体的技术 就是还没有地形 然后我的专箱力量 包括专箱条件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觉得我不能急于求成 要一步一步慢慢来 如果急于求成的话 可能会预速则不达 而且我觉得 人嘛 变得通则行 行之长就要慢慢来 决赛8名选手分别是 第二道印尼 蒂娜 奥利亚 第三道北京 佟佳新 第四道广州 罗显宴 第五道河南 陈嘉敏 第六道湖南 夏思宁 第七道云南 陈寅凤 第八道福建 江里运哲 第九道成都体育院 卫与会 比赛是在顺丰0.7米每秒的情况下进行的 法领强响 夏思宁起跑和前三篮并不理想 前三篮处在第四第五的样子 但他顶住压力甩开大长腿完成了霸气逆转 最终 夏思宁以13秒08夺冠 继预赛之后再次刷新职业生涯最好成绩 陈寅凤以13秒21获得亚军 陈嘉敏以13秒24摘得铜牌 维亚尼临时退出了100米篮比赛 与夏思宁的对决也泡汤了 维亚尼第一时间做出解释 自己是因为腰部不舒服 为了巴黎奥运会长远考虑 只能忍痛割爱气拳 维亚尼今年发挥非常稳健 特别是在客场日本的两场比赛 连续团灭日本选手 跑出12秒80夹击 封平也因此发生逆转 吴老二变成了吴老大 回到国内 维亚尼在成都训练 也希望以赛带练 在重庆标出更好的成绩 然而赛前财场 维亚尼腰部不适 与教练商量之后决定退赛 本赛季 维亚尼比赛频繁 身体非常疲惫 而职业生涯早期 小妮子就饱受腰间盘突出煎熬 今年冬训的时候腰部也出现状况 所以安全起见退赛 也是明智的决定 毕竟对于吴亚尼来说 奥运会是重中之重 他可不想冲到 刘翔两次奥运商退的覆辙 如果不出现什么特殊情况 吴亚尼将会修整一个月时间 下一场比赛将会是在六月底 在山东日照进行的 2024年全国田径冠军赛 即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 其实吴亚尼在日本的比赛 只是小事牛刀 一切都围绕巴黎奥运会进行 一点点上强度 等到奥运会100%释放能量 由于放弃五月底的 一带一路田径邀请赛 六月底的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 应该是吴亚尼奥运会之前的 最后一场比赛 当然根据吴亚尼身体的情况 赛事安排可能会稍有变动 我们相信吴亚尼团队 是相当高效且科学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